手臂揮動羽球拍 高飛球一來一往 身心障礙朋友享受運動樂趣 這是由新北市身心障礙者體育運動總會舉辦的羽球錦標賽 身障體總理事長朱鋒章表示 身障朋友要運動 常受限場地 失資及交通問題 感謝市府及輔輪社的協助 一起來推廣身障運動 身心障礙朋友在運動這個區塊 場地的問題 失資的問題 還有一些他比如說交通上的問題 這都是對身障礙朋友他有很大的一個門檻 在新北市政府 侯市長主政下 他對身障的運動這個部分是很支持 所以說很樂見輔輪社這樣一個民間團體來參與身障朋友 這樣的一個運動來做推廣 新北市社會局主任秘書吳徐芳表示 市府每年投入身障服務的經費高達六十幾億 而福樂社三四八一地區社長周世文則說 未來會繼續舉辦 兩人都希望能提升身障朋友的生活品質 那其實新北對於身心障礙朋友的福利 尤其是健康醫療也都非常的重視 每年投注在身心障礙朋友的經費預算高達六十幾億 都希望讓我們的身心障礙朋友 能夠活得更健康更快樂更幸福更豐富 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一定會持續的辦 因為我希望說他們能夠在一個很正常的情況下 能夠繼續的跟我們這些福倫社社友們繼續接觸 讓這些身心障礙的人在生活上更有自信 參加錦標賽的身障球友來自全國各地 而能聚在一起 則有來政府跟社福團體的共同努力 讓台灣的身障體育運動能有發展的機會 維護喜愛運動朋友的權利 記者 詹怡迅六民宣板橋報導